台剧火神的眼泪 以消防人员工作中的新增故事 引发民众追剧热潮 而台南消防局长看完之后 他的感触也很深 但却要求所有干部一定也要看 还必须要缴交心得报告 但是里头却强硬的规定 这心得最多只能够300字 而且不要交作文 也不要无病呻吟 让干部看了相当的无奈 因为他们认为不能改变的现况 邪了又认为他是无病呻吟 那要怎么办呢 对此局长解释了 只是想用心得的方式 倾听基层的声音 但我们这工作是有意义的 他用手不只是救医的人 台剧火神的眼泪 呈现消防人员工作中 辛苦又心酸的一面 引发民众追剧热潮 但台南消防局长竟然下令 要求主管人人观看 还得叫叫心得报告 一张张心得摊开 每份都密密麻麻 日前台南消防局长李明峰 在群组公告 要求分队长以上干部 在6月10号以前看完火神的眼泪 并绞交到人事室300字以内的心得 还要求不要写作文或是无病声音 要写出需要精进的部分 强硬作为同仁看法两极 对此局长强调自己也是看完戏剧后 认为感触极深才会以心得方式 希望干部点出不足之处 借此慢慢改变消防生态 而人事室收到的90份报告中 已经针对建议事项分成47类项目 转发给各科室等待回复 那有什么他们的心声 他要反映让我知道 那我们一起来帮他们解决 他有些我要去争取的 我就会尽力来争取 目前成效如何有待观察 只能说体系问题局长有意倾听 基层新生利益良善 但强硬规定角角报告 恐怕达不到预期效果 还会引发干部反弹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